生命中其实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 生命只是活着 静静地活着 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Hello 我是龙子 我现在说话特别舒服 因为我昨天去把牙套摘了 现在北京小朋友们也开始慢慢恢复上课了 6月1号大家都开学了 但是我们还是一个代工的状态 在这漫长的宅家的日子里 我是做饭也做够了 电影也看得不老少了 游戏也玩腻了 英语单词背的我都快吐了 我书也看得差不多了 好书怎么能自己独享呢 所以我要分享给大家 我最近看的一本我觉得比较好的书 这本书就是《余华的活着》 其实这个书在我还在运动队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过了 只不过是最近我又拿出来重温了一下 但这书现在借给我朋友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大家展示 活着讲述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 是一个历经世间沧桑磨难的老人的一些感言 老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徐富贵 他是出生在地主家的少爷 但是由于自己玩世不公 又赌又嫖非常好赌 最终败光了自己所有的家产 在他穷困之中 母亲生了重病 他前去求医 没想到在路上又被抓去 当了壮丁 后来又被俘虏 当他终于回到家乡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他的妻子佳蓁 也是自己含辛茹苦的养大了一双儿女 但是女儿又不幸变成了哑巴 妻子得了软骨病 干不了重活 然后他的儿子再去给县长夫人输血的过程中 因为抽血过多而亡 他的女儿又因为在怀宝宝 生宝宝的时候大出血 又死在了手术台 他的妻子也因为失去了儿女 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痛苦 最终也跟着儿女离开了人世 他的外孙女和外孙 一个是在工地干活 掉车出的差错 被水泥板夹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吃豆子 噎死了 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就只剩下了年迈的富贵 与一头老黄牛 在阳光下回忆着自己的一生 虽然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 它只是一个长篇小说 但是我觉得当你在用心去阅读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同身受 你会身临其境 会特别投入在这个书中的角色里 之所以最近拿出这本书来再来重闻 就是因为最近的日子过得实在是 平淡乏味枯燥 而且也不能复工感到非常的苦忙 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 人生多么的美好 你就会非常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在这本书中 有很多可以打动你心的一些经典的句子 我还特别记录了几句 想读给大家听听 只要人活着高兴 就不怕球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 死的意义不过于重生或永眠 死不是失去生命 而是走出时间 人活着的时候受了再多的苦 在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 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好句子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强烈推荐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除了可以消磨你的时间 还能让你感觉到一丝丝的幸福感 对现在的生活你会更加的知足 我是龙子 下次见 记得关注我呀 拜拜